大家好 赛街上完接二段 下来就是居士训练 竟然离开狗窝的直径位置 好 人也来了 这个居士训练IPO没有的 只有给比特罗四种不同的肉类应该是 不管原因咱也不知道 更感觉聊生于虎 油肯定是比没有好 四处张望 一扔过去这吃的是完蛋了 甚至看得不看鱼 这居士全部带群去看 进行下雨坑 到达至今位置 这居士训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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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居士训练 这居士训练 电子居卫 não 就是什么 就有意识很安静的带动员 我们天 我们天家 我们到时候 十分 之后 越聚了 我原来就是 ��iaici 两趟 终于回来,时间挺长的 大饭车还是属于副层科码 看,感觉就是叫儿亮当,晃晃悠悠,不务正业的那种感觉 狗还四处张望 好,得到直径位置 好了,下面是防卫了 看,全的一个身穿全身白衣的小哥 他拿着是由这个竹票制成的这个 鸡蛋白衣的竹票制成的这个 鸡蛋白衣的 小哥跑向远方 然后他在这儿,翘叫了两手 吸引下鼓的注意力 然后在远方的张牙舞爪 上蹿下翘 好,一个攻击并掉下 不需要距离跟机 好,就是远距离跟机召回 雷星和这个科目期,钻得非常棒 好,我这直接走 好,我怎么没见那个,远距离那个指挥声 我现在是看护 这个环节挺好玩 把篮子放在里边这个圈里 然后狗在这看着 主人离开 然后把手过来 抢动 抢 抢夺 然后看犬的一个表现 这是我认为 法国瑞永最好玩的一个科目 当然实用性有多大 我不去评论 你可以看看 它的实用性有多大 但是我感觉是非常的好玩 你要知道 马里努亚犬它属于牧羊犬 牧羊犬的值得就是看护财物 是吧 看护羊犬就是看护财物 这也属于牧羊犬的一个值得范畴 好 把手来了 穿了桥阴阳裤 走起路来拖拖拉拉 狗马上注意 一下子桥中战斗的是 但是狗 由于狗的视角问题啊 它四处张望 它也能少看到这个人 还是个黑人小哥 走来走去 寻找下手的机会 像个老子一样 转着圈 毛里劲 经验很丰富 狗是一直盯着它 主要是盯着它的腿 到达止径范围内呢 必须是不惯着 就得咬 好 咬了 然后你看把手轻着不动 好 轻着不动 然后狗放嘴回来继续看护 鞋带开了 这哥们你有点不敬业啊 你上场比赛 你不把鞋带系紧点 这什么关键时间掉链子 幸亏这裤子没拉链 哎 拿着它就走 你看 狗刚才有点开小叉 好 可以的看在屏幕左侧 看得太清楚 但是肯又是在那 把坏蛋干跑了 然后篮子去那了 继续护着 这个把手也请急 得趁着狗开小叉的那一叉呢 上去抢了就跑 继续四级下手 就一直在四处寻觅 主人怎么还不回来 又咬了 咬得很带劲 好 坏蛋撤离道 坏蛋撤离道 一镜出力 接着就撒嘴了 这对科目应该是解释的 这样就过了 好 又靠东西 低流起来了 狗还兴奋 老狗也知道这个库努加富了 下面还是这个 船一样酷的 听人家小哥来哩吧 老狗也知道这个库努加富了 老狗也知道这个库努加富了 狗一直看着狗人等待狗人的命令 把命令下达立即出去攻击 这一侧不是放空的 这一侧是咬 而 法文人也在这里咬 把手可以躲的 把手说笑故意要躲的 他不跟这个IPO的 IPO的把手需要要硬押去 银河狗 好一声愣下 回来 回来就短铺当 这个狗心里不记得 是不是想让你主人 千千晚上尿炕 我先等我下雨很晚之间 我先等我下雨很晚之间